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Everest韓國代購主員Michelle 我本身就住在東大門區 平時因為喜歡去咖啡和吃東西拍照 所以就比較多去弘大而南洞這個區域 因為那裡大家都可能會知道 會比較多很漂亮很適合打卡的咖啡 而且購物的地方都比較多 但我覺得這兩個地方 平時已經太多的Youtuber和Vlogger去介紹 所以我今天就不是去這個地方 我打算去它附近的合井洞 其實那邊也會有很多特色小店 還有很漂亮的咖啡和餐廳 所以我也想介紹給大家 還有今天我就會做一個比較特別的 就是我打算去這個salon做頭髮 也可以同時展示給大家看 韓國的salon是怎樣運作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出發 那現在就走去這個地鐵站 乘搭地鐵去合井洞 因為天氣都不錯 拍下個價錢牌給大家看 其實在NaverMap上搜尋 都可以檢查到每個設計師的價錢 因為高級一點 即資深一點就會貴一點 那我們現在就馬上進去 我現在就來到這個salon 就準備演頭髮和做療療 現在剪少少頭髮 因為我就不想剪太多 我也想留長一點頭髮 剛才就談了價錢 然後我之前就在NaverMap上已經預約了 那就會有20% 但我轉了做Premium的癌髮 所以就加了5萬塊 還有如果去韓國的salon 癌髮 或者其實就這樣剪頭髮 他都會送一杯飲品 和一些零食給你 之前我去另一間 他就會送Pastries 因為那間就在江南的級一點 所以就 對啦 豐富一點 但這次也會有零食 另外我就選了一杯Americano 現在弄完頭髮 就準備去吃東西和逛街了 現在路過了這間Waffle Shop 看起來好像挺有趣的 我們一起來看看他有什麼Waffle 哇 全部都很吸引 很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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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來那間Waffle Shop 叫做Biscuit Cream Waffle 它是很吸引 很吸引 讓我展示給大家看 看看 哇 這個就是Biscuit Cream Waffle 那 它就是 Waffle上面有這個 不知道是 好像是花生醬 還是焦糖醬 上面鋪了一些餅乾 那我的餅乾水呢 就是那隻Lotus Biscuit 那 試不試 馬上讓我來試試 因為現場實在太吵了 我之後再看影片才知道 原來隔壁 那幾個韓國的依依聊天 是這麼大聲 完全遮瑕我的話 所以呢 我就唯有在這裡 描述我那時候做的什麼 那我就在這裡準備 試吃我點了的那個Waffle 那你會看到呢 其實它的外表呢 是非常之脆的 還有有焦糖麵 那它切下去呢 是會有 噱噱噱噱噱 很脆的聲音的 那等我 就切一塊仔 來試一下 你會看到呢 其實它也很厚 那些醬多到 都放進來 嗯 拿東西吃上 非常之好好看 你看到我的樣子 就知道我那時候真的覺得很好吃 它是外脆內軟 而且表面那些呢 是 焦糖醬 就是那一隻 Lotus Biscuit的醬 然後再撒上 那隻Lotus餅 但是呢 其實它整體 就不會說 很甜的 雖然是焦糖味 但是 我覺得比起平常 就這樣吃塊餅 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沒有那麼甜 那它整體偏乾身 不會太甜 外脆內軟 所以我也覺得 它是一個好吃的Waffle 都推薦大家 可以來的時候試一試的 那轉眼間 吃完那個Waffle之後呢 我就走了來這間 它就是賣 運動衣 或者是一些比較 型格的 衣服 那就一起進去看看吧 因為我覺得裡面呢 都非常之適合大家 逛街購買 看看這樣的東西 除了衣服 我看它這裡也沒有賣的 看我都很漂亮 好 那這裡呢 有三層的 所以 就是什麼都找到了 Sweatpants Slimwear Body Suit 對 那我們現在上去看看 它現在都做了Sale 所以很多都是 就是 at least 20% 的 來到三樓呢 又是另一個風格 買不同的衣服 那這邊我覺得 比較多是 出街衣服 就是會見有牛仔褲啊 衣服這些 I'm not even so 那剛剛就走了 一圈三層啦 那我就覺得它這裡的衣服呢 其實它真的 Quality是非常之好 還有 這些設計呢 是非常特別 如果你平時是 喜歡做運動 跳舞 那這裡一定會找到 適合穿的衣服 還有 出街衣服都有的 就是如果你平時出街的 風格是帥一點 比較帥一點的話 那你這裡找衣服就對了 所以我都非常推薦 喜歡這些風格的衣服 你們呢 去這裡看看的 還有它的質地 是非常之好 是 T恤啊 本身那些都不是說 薄薄薄的 是挺身 真的 實的的一種 然後就來到我們下一個目的地 Archive Board 進去看看 剛剛就在Archive Board 939這裡 走了一個圈 那裡面呢 其實跟 Bad Blood一樣 是買一些 運動的衣服的 但這裡比較不同 主要它是買 Hoodie的 還有Sweatpants 然後質地也是比較厚 挺身 即是像秋冬才穿到的 但這陣子也有出到一些短袖 比較偏色的 但Bad Blood就是 Earth tone 或者是黑色的 但這裡呢 你就會找到一些 譬如粉紅色 綠色 黃色 或者彩色的設計 所以如果喜歡色色一點 或者比較 Casual一點的話 可以來 939Archive Road 這個看一看 就近云大那邊 我們現在走到弘大的區域 就來到這間Sasology 那它就是買香水 上網看到它的包裝 和香水的味道 都好像比較特別 所以今天也想和大家一起看看 看一看 其實一走進來 已經是超級香 還有它也會有 Hangry My E 叫包裝 讓我選完 那我剛才呢 就拿了這個Honda Sofa 來聞一下 它寫是Powdery Musk的味 真的超香 它不是很爽的 它的味道 真的帶了一點 蛇香 就是有一點Floral的味道 我覺得很舒服 那今天就帶了大家去 合井area的幾間店 我不知道大家又最喜歡哪一間 那過兩天呢 我就會帶大家去另一個地方 介紹一些特色的小店 或者餐廳 那樣的 hello 那早幾天呢 就和大家去了 燕南道附近的合井 那今天呢 就帶大家來逛逛 聖水和首爾林這個area 那這個area呢 其實近幾年都有 開了很多不同的 文創小店啊 特色的cafe 都想和大家去看看 那很快 我們就來到第一個 想推薦給大家的地方 就是這間market in you 那裡面呢 其實就是買一些 二手的品牌衣服 會有chammy and apollo 那樣子 事不宜止 那就帶大家進去走那邊 一進來呢 第一個感覺就是 哇 真的排了很多衣服 還有它應該是有分類 咦 為什麼這個調轉了 對了 我覺得其實它所有東西 都排得很整齊咯 而且一進來呢 不會說 有一陣 舊衣服的怪味 還有呢 它所有東西其實都分類得非常清楚 所以 可能在這裡 你會看到是牛仔 然後就是花 還有一列呢 會是one piece來的 然後我旁邊就會有 哇 一列紅色的衣服 還有我會覺得可能這裡 男裝會比較多 因為這樣一列這樣在過去呢 都是男裝來的 但是我覺得有一些 這樣就可能是比較中性啦 就男女都可以穿 但是 平時男生都比較難找衣服 那我來這裡呢 既可以找到一些 有牌子的衣服 而且價錢都很合理的 不如我們來看看這一件 這一件呢 二萬四 那是一件Hoodie來的 我覺得作為一件 男仔穿的衣服呢 其實真的 性價比非常之高 那今天我就來了 盛水這間店 但是我發現原來 他們最近在新村 也有沒有做另一間飯店 而且如果你在盛水店 買完東西之後呢 你就會拿到一張 新村店 10% discount off的QPot 那所以如果 盛水這邊 你不想過來的東西 你也可以去 新村那邊 就是延世大那一頭 我剛剛就走了一圈 這個market and view 看到裡面的衣服 就好像我剛才一開始這樣說 是會有 Champion Power Club 就是Round Foreign 然後我還看到 Columbian 那樣的 所以有很多不同牌子的衣服 可以找到 但是它現在主要裡面 都是買一些冬天的searchers Hoodies Outers 但因為都快要回暖 所以我就沒有買到任何東西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是對牌子的有興趣 但是又不想投資這麼多 而又對二手的產品是不介意的 我最推薦你來這裡看的 因為真的有很多選擇 而且它排得很整齊 入衣服是乾淨 不臭 而且你會聞到有一層是消毒藥水的味道 證明它真的有洗過有清潔過 所以如果適合的話 也可以來這裡看看 然後在走去下一個 我原本想去的目的地之前 就有路過了這個Dior聖水洞店 其實很多人都在這裡打卡 夜晚會比較漂亮 因為穿了燈 但其實我本人就覺得 沒什麼特別 我只可以說 大家拍出來的照片 真的非常好看 因為現實看 真的比較 一般 因為不漂亮 但是沒有這麼 WOW 不過如果剛好離開聖水 我覺得也可以來看看 然後在剛才Dior那邊 轉進來 就會到我們下一個目的地 就是前面這間Point of View 那 來到這間Point of View 其實它就是一間文創小店 就是有賣文具 有賣精品 事不宜遲 我們也馬上走進去看看 我們下一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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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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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